以色列自然連難民聚集的拉法市 也展開攻勢 記者維佳琦 帶我們關注最新情況 以色列衝突到現在都還沒有落幕 不過現在以軍現在是 又在大舉進攻拉法 造成至少11個人身亡 我們都知道最近以軍 是加層他的攻勢 那麼現在以色列軍隊 轟炸加薩南部的城市拉法 造成兩棟房屋受損 至少有11個人喪生 那麼現在在這個轟炸機 以及坦克的威脅之下 現在他們已經增加 軍民對以軍將展開攻擊的恐懼 像是有一名六寶壩 他是長到了 他說前面是地中海 後面又是邊境柵欄 請問我們到底還能去哪裡 那麼現今加薩 有超過一半的人口 都跑到南部大前去避難了 因為之前以軍 不是要轟炸加薩北部 所以叫他們趕快往南移嗎 那麼現在往南移 以軍又轟炸這裡 現在聯合國的秘書長 古特瑞斯就講到了 這些援助機構是少數僅存的據點 也可能遭到毀掉 可能會造成人道危機 那麼現在加劇居民逃難 所以引發難以預料的後果 希望已經可以懸崖勒馬 瞄準敵人狂開火 以色列持續集中火力 強攻加薩南部的城市 甘油尼斯 隨著哈馬斯兵力南移 加薩南部 近埃及的關口城市 拉法 成為以色列國防軍的 下一個重點目標 但遭以色列空襲的 當中有不少民宅 拉法當地時間8號早上 有多棟房子遭到空襲 至少11人上升 坦克也砲擊拉法移動的區域 當地難民恐懼 以軍即將展開地面攻擊 目前有超過100萬人 約加薩一半人口 在拉法避難 對時美國警告 以色列毫無章法的攻擊拉法 將會導致一場災難 只是以色列執意打下去 專家分析原因 可能是以色列總理 纳坦雅胡 私心希望戰爭打越就越好 藉此逃避战情的貪污等官司 因此加薩要停火 依舊遙遙無期 TVS新聞總和報導 而以色列這樣的做法 看來是沒考慮白宮立場 多次去中東斡旋的布林肯 又怎麼說呢 我們再次把鏡頭交給佳琪 就在以軍加大 對加薩的攻勢之下 現在是不是連最好的朋友 美國都看不下去 跳出來喊話了呢 我們讓你看到的是 根據加薩衛生部統計 自從以色列軍隊發動攻勢 到現在已經超過 27,000名巴勒斯坦人身亡 而且大部分都是 沒有反擊能力的富人 或是小孩 那麼現在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有人就傳出了 是不是有望可以來協議停火協議呢 他說哈馬斯提出 包括了釋放人質的停火案 他認為這是一個妄想 他們將會持續作戰 一直到勝利再往為止 只不過以色列這樣子的態度 他們的好朋友 美國現在似乎沒有這麼認同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說了 以色列不能當報復來當藉口 他說多數與哈馬斯襲擊都沒有關係 以軍的行動已經波及到 太多無辜的民眾死傷了 他認為應該要加強保護還有援助 物資應該要進來 這也是美國近日對以色列批評中 最為嚴厲的一次 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對以色列已經不是 完全支持的態度了 確實以色列軍隊一些作為 也遠遠超過剿滅哈馬斯了 繼續還請佳琪讓我們看 幾個最新狀況 只不過現在以色列 不只讓國際社會很感冒 以軍這樣子的行為 也讓很多人看了直搖頭 原來是以軍是載歌又載舞的 來毀掉巴勒斯田人的民宅 還把它上傳到抖音平台去 現在也遭到外界炮轟 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這個以色列的作戰攻權部隊 他們主要其實是在第一線 用一些重型的機械 移平建築幫以軍來做開路 只不過他們現在 賦予這麼重大的任務的時候 他們卻來拍攝影片 他們甚至講到了 已經沒有再算移平多少社區了 彷彿就像一個戰爭機器一樣 那麼他們除了破壞平民設施之外 還笑著倒數爆炸 這樣的影片被網友看到 之後看了是直搖頭 甚至邊破壞邊束拇指 笑著跳舞慶祝 這樣的影片流出來之後 引發國際輿論的撻伐 那麼現在他們就說了 以色列的國防軍 你是不是應該處理呢 那麼以色列國防軍也說了 影片中這樣的行為 的確是十分惡劣 並不符合軍方的指令 但是要不要做懲處 接下來要怎麼做 他們還在研究想想看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的國際訊息 從空中鳥看 小分隊進入營區後 立刻以兩人為一組 分頭進攻不同的兵設 身被夜門國旗的民兵一腳踹開防門 馬上對以色列的國旗開槍 另一個小組則是直接殺進戰情中心 在破壞裡面的通訊設施後 活捉假扮成以色列的士兵 當確認殲滅營區內大部分的有生戰力後 胡塞突襲隊隨即明金收兵 除了清點人數外 也把俘虜的敵軍押回車上 準備帶回部隊接受訓問 到目前為止 突襲任務的過程算是進展順利 所以胡塞在返回基地前 一定要來一段振奮士氣的精神歡呼 任務的最後是以炸回以色列的 假想營區做結束 就是要把襲擊過程中 可能留下的任何蛛絲馬跡 全部藉由威力強大的TNT炸藥 通通化為灰燼 徹底也沒勝去 這種做法一點也不拖泥帶水 而且快又有效 相較於英美等西方國家 講究的戰場經營或是戰場管理 對胡塞武裝來說 這些步驟既多餘 也不符合突襲行動的要求 尤其在這次軍事演練中 胡塞武裝還很罕見地 秀出了部分很少公開的細節 包括旗下所屬的公屬無人擊隊 國塞武裝高層下達指示 每一位民兵的內心都要抱持堅定支持 才能保持堅定支持加薩的信念 加薩的信念 要保持堅定 加薩的信念 國塞武裝高層下達指示 每一位民兵的內心 都要抱持堅定支持加薩的信念 才能在反入侵的對抗中 粉碎敵人的企圖 而且演練中的另一個看點 就是戰鬥民兵在爭奪以色列 假想高地時的短兵相接 就在軍事演練告一段落之後 隨即舉行胡塞武裝新兵捷訓典禮 在軍樂隊演奏的古典中 完成訓練的新軍戰士 魚貫通過閱兵台 接受指揮官的教育 接二連賽的行程下來 絲毫看不出這個團體 才剛遭到英美聯軍的 第三次軍事打擊 在西方媒體和軍事觀察家的眼中 這是胡塞武裝安排的一場大外宣 目的是在告訴英美等其他國家 即便想用強大的軍事力量 威逼胡塞武裝 停止在紅海航運線上的騷擾 但是胡塞民兵絕不會屈服於 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脅迫 美聯社波斯灣 即伊朗新聞總監甘布瑞爾表示 英美第三次的聯合軍事打擊行動 雖然號稱襲擊了胡塞武裝 36個軍事據點 如果只有數據上來看 戰股應該非常豐碩 但是在他的觀察發現 英美的打擊行動 似乎和兩國預期的方向背道而馳 為了讓胡塞武裝真的有被打通的感覺 美軍一口氣出動艾森豪號航空母艦 以及兩艘飛彈驅逐艦發射戰斧飛彈 不僅攔截了六名胡塞武裝 射出的反艦飛彈 而且摧毀多架無人機 美國總統拜登甚至為此料下重話 揚言將採取多層次的報復行動 時間和地點將由美方自行決定 對於美方的做法 胡塞武裝則是繼續維持強硬的態度 只要以色列不停止在加薩實施的 種族滅絕行動 胡塞武裝也不會善罷甘休 既然美國希望升級此地的情勢 胡塞武裝也會奉陪到底 而且還要以升級來對抗升級 說穿了就是只要美國敢動手 胡塞武裝也有把握讓事態擴大 甚至鬧得更亂 別以為只有美國才有能力 要把局勢搞成一鍋粥 胡塞武裝同樣是各中巧楚 也在美軍服務過的推移入戰上校 現任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國際安全事務高級顧問坎西安則認為 縱觀近期美國分別在敘利亞 伊拉克和越南發動了 三次軍事打擊行動而言 美國其實是和伊朗間接對話 因為這三次行動的打擊目標 都是接受伊朗扶植或支持的組織 目的是警告伊朗 是時候約束手下的小弟們了 如果繼續放任他們為所欲為 甚至再次傷害駐外美軍 拜登政府絕對不會視而不見 而且美軍還沒把部署在中東的海軍戰力 全部亮出底牌 要是伊朗不聽勸告的話 那麼當美國撕破臉的時候 恐怕伊朗進行附屬團體都不會太好過 美國軍事打擊行動 人物抵抗中 美國軍事打擊行動 美國軍事打擊行動 但在國內部內部 軍事打擊行動 也不斷行動 美國軍事打擊行動 俄羅斯 美國軍事打擊行動 美國軍事打擊行動 但是沒有要加 tin 另一種ali戰 外國軍事打擊行動 their surrogatesturnedownthe violencewithoutengagingdirectlywiththe iranians 有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会见空军及防空部队长的场合上针对近期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提出看法哈米尼更直接点名美国就是动乱制造者他呼吁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要彻底解决加萨冲突不一定要发动战争 而是需要所有穆斯林国家切断和以色列的经济联系只要断绝了经济往来就足以让以色列遭遇毁灭性的危机对于哈米尼的这番论调伊朗问题专家认为这是伊朗隔空回应美国的政治话术毕竟这样的提议不见得符合所有穆斯林国家的利益但是哈米尼也深知美国试图在和伊朗的冲突上保持适当距离而伊朗也不想和美国发生军事争端 走在钢索上的美伊两国正好处在一个关系微妙的时间点既不愿直接对抗也难以向对方示弱 在李子和面子都不能说的情况下美伊在中东的博弈既是一场时间的竞争也是一次智慧的考验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